因为你开完脚球之后就不在VR的审查范围内了 这也很有意思啊 这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打门 好球 乌龙球 乌龙球 杜岳正 杜岳正在门前帮了倒忙 广州队外围打远射之后 门将董春宇扑球脱手 杜岳正把球打进了自家球门 严顶号开出来 打的战术很成功 杨立渔的射门 江志鹏 在往中路改好的 李渊一 再传江志鹏 江志鹏左脚在传中 后点凌空的射门 一比一平 32分钟 阿信鹏接到江志鹏的底线传中 左脚凌空射门 打进脚得分 身体队翻平 这个球还是江志鹏 在左侧立功了 球传得非常好 这是江志鹏和李渊一打配合 李渊一等 挑江志鹏停 往回传 阿信鹏撤出来 左脚射门 打了一个进脚 门将也没反应过了 这样的话 深圳队落后没多久 就扳平了比分 财明明 再给左边 蓝点浩在要求 直接往中路传 韦朝停得漂亮 韦朝调整 右脚试门 漂亮 二比一 上不成比赛 伤听五十 韦朝谷在外围 轰出 精彩远射 广州队领先了 哇 这个时候 韦朝纯个人能力 在原地调整之后 右脚弧线 打圆脚的上脚得分 韦朝就停就停得很好 然后找角度 打门 没有任何的问题 二比一 哇 这球直接打了一个死角 董春宇根本摸不着球 韦朝谷这一下 停球地下难度就非常大 赵修为接下来怎么发展 左边有空间 交给吴绍聪 吴绍聪上来 吴绍聪再往中路给 韦朝停 韦朝左脚是门 漂亮 两级超级世界波 哇 韦世豪 韦世豪这场比赛 贡献两级超级世界波 左右脚各一个 天神下凡 广州队三比一领先 这个球跟上不长 那个好像是镜像 从到左脚打 哇 表演 这群属韦世豪的个人秀了 哇 这个球其实不算特好的机会 韦朝停完之后 正好到左脚位 直接打上脚得分 哇 啊 球星啊 第一次官员过了 是项链还是戒指啊 开起来 前点露过来 有机会 零后的射门 4比1 杨丽宇也进球了 这场比赛 两次角球战 两个进球 深圳队 定位球防守 出了大问题 今天 广州队打到现在 只有这两个角球 全部收获进球 第一个是对方乌龙 第二个是杨丽宇的扫射 打后点得分 这个李源一身边的空档打过来 为什么这些防守人 站得有点散的感觉 没人扑啊 球速稍微有些慢 被李扬解围掉 抗到反击战 凌桀再次尝试打身后 找韦朝 好的 韦朝来了 韦朝到了警区里边 韦朝小角落 韦朝右脚大门 打在立柱上 差点上眼帽子戏法 现在把韦朝推到 封线箭头的位置啊 凌桀扯到边路 看看韦朝有没有机会 今天打一个帽子戏法 邦朝队进入反击战 杨丽宇往中路走 好球 韦朝在左侧 杨丽宇就想找他 推过来 韦朝有机会 韦朝面对门匠 后点这空门 韦朝传 有机会 找就会停 打扮 越位 这球吹了越位 助理裁判延迟举席 应该是韦朝 接球这一下越位了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深圳队 是在这场比赛里边 1比4 输给广州队 广州队拿到他们 这个赛季的第三场胜利 已经有九哥联赛积分了